哇~~ 很特別跟外面那種沾麵不太一樣 好吃耶 海洋炸雞 我有先做功課 超多人推薦的 然後他小份的是這樣三大顆 嗨! 歡迎來到台南直播 這台我再吹 我們今天呢 就是一個拉麵系列 我們真的是想要把那個 台南的那個 拉麵都會把它吃光光 然後今天是來到 吃到 台南市的那個 叫選的第四名 那我們就來 試試看這間到底有沒有 那麼厲害吧! Let's go! 然後我們那個 先吃吃看別人的那個拉麵 這是什麼喉呀 很古的 先喝一下他的湯 好好喝喔 吃一下他的麵 我們的麵有用比較軟 他這種很長體的那種 拉麵 他軟一點還是有點帶有點焦勁 吃一下他的沙桑 然後我們的沙桑 看起來很豐富 因為我們的沙桑還沒有到 然後 他們每個拉麵都會附一個這個 紅茶冰沙 還蠻特別的 好! 吃一下 超lingen 上 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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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 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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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们拿那个 沾面的沾酱 它们的沾酱不是那种凉冰冰的那种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再热一点 吃到一半不够热 都可以跟它说再加热一看 很特别 跟外面的那种沾面不太一样 好吃耶 它是有帶一點那種醬油的鮮度 還有柴魚香氣很明顯 超級明顯 然後這樣麵不只有叉燒 還有這種蘇肥雞 等一下 蘇肥雞是那種胡椒味的所謂 然後我們也有點那個 天洋假雞 我先做博客 超多人可見 然後小分子就這樣商大多 它調香雞真的好吃 一塊是20塊 因為小分子就有吃 吃一下他們的唐辛蛋 我覺得唐辛蛋我覺得做的就OK 他們的唐辛蛋也是我不喜歡的那種 就是有點偏太熟 然後我剛才也看到那個 小菜 那個梅子番茄 這超想點的 吃吃看 梅子番茄好吃 那我們就把它直接去外面做的感覺 我們現在吃完了 感覺就是 這個份量CP值超級高 我得老實說真的超級高 然後沾麵真的很好吃 大家如果有來可以試試看 跟一般我們所知道的那種冷冷的那種沾麵 比較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唐陽雞啊 我也覺得是必點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可是它的位置可能比較小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 這樣的話我等於我已經 把之前 台南市推薦的那個 前五名都吃完了 我個人覺得這間還不錯 可是它有一點小小的可惜 就是說 它的叉叉比較普通 沒有那麼讓人覺得驚豔 然後它的那個被子可能比較少一點 所以可能整體的感覺還好 可是它的糖一樣是蠻濃郁的 我個人也很愛 好不好 那我們就 下一次見啦 看我們 下一次人可以來吃個第六名的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不要開啟小鈴鐺 然後我們每週二都是晚上8點支持上面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